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 在我左手边的这就是我们的鲁斯达 鲁老师 也是我们的冰雪运动专家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鲁斯达 欢迎收看体坛之道节目 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崇里的云顶滑雪公园 这里是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 和自由式滑雪的比赛场地 刚才我们是从最底端一直是上来 坐缆车大概是有10分钟了 还是想先问一下鲁老师 我们的场馆整体的一个概况 到底如何设置了哪些项目 云顶滑雪公园是北京冬奥会 所有的雪上场馆里面 唯一一个利用现有的滑雪场 进行升级改造的这么一个冬奥会的赛场 在冬奥会赛时会举行 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两个大项 一共有20个小项的比赛项目 包括了6个雪道 其中有障碍追逐 平行大回转 游行槽 后面障碍技巧 还有空中技巧和雪上技巧 这6个赛道 那还是想问一下鲁老师 我们此次它的一些不同之处 它的一些特点到底是如何的 首先刚才说的6个雪道 其中有4个 就是障碍追逐 平行大回转 后面障碍技巧和游行槽 这4个雪道都是利用了云顶已经有的这些雪道 来进行升级改造的 云顶呢 它崇里的每一个雪场都很有特点 云顶的这个特点是 它每一条雪道都是用花或者草的名字来明明的 利用这些植物的名字 都很有诗意 很好听 叫什么薰衣草 狼毒花等等吧 然后这4个雪道是利用咱们云顶的 以前有的雪道去进行升级改造的 那么还有两个一个空中技巧 一个雪上技巧是在另外的山坡上新进建设起来的 同时呢 在它建设的这个期间呢 因为它雪道都是一条一条建起来的 2017到18雪季就已经开始建出来第一条 然后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 在这个期间呢 除了专业的运动队 可以用它来进行训练和比赛之外 咱们普通的雪友也可以上这些赛道 来体验一下别样的花雪乐趣 比如说我们可以上这个铺面障碍技巧啊 去稍微体验一下飞个包啊 再去这个悠情潮而体验一下 悠情潮的这个感觉啊 这也是您之前所体验过的 对对对 我跟我的朋友们之前都花过 也都是跟花普通的高山花雪 还是很不一样的 还是很有乐趣的 刚才卢老师也给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 场馆的概况啊 但是我们最关心的是这些运动员 古爱玲也将在这里开始他的征程 那还是想问一下卢老师 古爱玲这一次他将参加哪些项目 他的冲金金牌的点到底是一个 刚才也说了啊 在云顶滑雪公园呢 会进行这两个大象 一共20个小象的争夺 也就是说在这里会产生20块金牌 所有的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的项目 除了在首钢大跳台的那4块金牌之外 其他的20块都是在这里产生的 那么古爱玲会参加的呢 是两个项目 一个是铺面障碍技巧 就是自由式滑雪的铺面障碍技巧 一个是U型槽 对 这两个项目里面 他是有机会为我们的中国代表队 争取金牌的 也就是他有机会为我们升起我们的国旗 甚至能奏去我们的国歌 没错 那最后还是想问一下卢老师 我们的场馆 整体的运行到底是如何 在赛后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来进行冰雪运动呢 我们的场馆呢分为三个区域 第一个是竞赛区 竞赛区主要是雪道啊 这不用多说了 这是我们竞赛的核心区域 对 除了雪道之外 还有我们的观众席 和各个利益相关方的这个休息区域 比如说奥林匹克大家庭 赞助商等等 都包括给观众的休息区 嗯 因为这个冬天嘛 都是户外项目 有一些项目还是夜间进行的 这个这个冲里的气温 大家也都体会到了 也都是比较寒冷的 对对 所以在室外可能不能坐太长时间 你一定要去休息室要回复温 嗯 这也是这个竞赛区的一大功能 除了这个呢 还有一个第二个区域 是咱们的这个功能区 功能区就是包括了 运动员 运动队的雪板的打蜡房 也包括了物流区域 就是仓储区域 也包括了场馆 运行团队 这个工作人员的办公区 大概是有这些功能 第三个区域呢 是咱们的入口区 入口区主要是在我们的雪场外围 咱们进来的时候也看到了 只有一条路 进出都是这一条路 是一个山谷 这个入口区起到了这个交通枢纽 和这个安检的功能 所以所有的观众到了那个区域 就开始进行安检 就开始分流 而非常便于管理 非常便于管理 至于在赛后呢 云岭滑雪公园也将在东岸汇赛后 回归广大雪友 供广大雪友滑雪 休闲度假来使用 真正体现到了咱们绿色共享 开放连接班奥的功能 其实我还有一个小问题 想问一下卢老师 我们在观看这些雪上运动 尤其是单板滑雪 自由式滑雪 肯定与其他项目欣赏是有不同的 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更好的来观赏比赛 其实在之前的项目中啊 我们其实给观众朋友们 进行过一次普及 就是雪上项目呢 它大概有这么几大类 有单板滑雪 双板滑雪 其中单板滑雪 可能稍微简单一些 双板滑雪的分类特别多 有高山滑雪 就是我们平时玩的这些项目呢 按大类都属于高山滑雪 然后呢 还有高山滑雪 就有点像田径里面的这个短跑 速度非常快 是最极限速度的这么一个项目 还有越野滑雪 越野滑雪是相当于咱们田径里面的长跑 就是一看就非常 马拉松 对马拉松也非常具备耐力 有时候还要就加上这个像东西两项 还要加上射击啊 有时候还要加上跳台啊 就这么一个项目 还有这个自由式滑雪 也属于双板滑雪的一部分 自由式滑雪 咱们看到的谷爱玲 它重生的项目就是自由式滑雪 自由式滑雪 就是双板里面的比较酷炫 一看就是年轻人玩的 很炫的这种项目 都是自由式滑雪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 像咱们夏季项目里面的体操 一看动作就很难 给你有更多自己的自创点 对有自创点 同时单板滑雪呢 基本上是跟这个自由式滑雪比较接近 它很少有这种纯粹比拼速度的项目 多数都是比拼这个动作难度啊 花样啊 比这个谁做的漂亮 就这么一个项目 那么在这些项目里面呢 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 会在这个云顶进行比赛 我们也非常熟悉的 我们的中国队队游轮员 比如说谷爱玲 苏一鸣 刘嘉宇 蔡雪童 这些都是我们中国队的名将 来从事这些项目的外籍运动员呢 也有一些系列级的名将 比如说来自德国的单板滑雪的名将 叫兰根霍斯特 来自这个美国的那个小将叫克罗伊金 克罗伊金也是上一次平昌度奥会上的 单板滑雪幼星潮的冠军 也就击败了我们的刘嘉宇的那个获得冠军 然后还有我们谷爱玲的 比较强大的进攻对手 来自埃莎尼亚的希尔达鲁 这些都是世界级的名将 所以这些项目呢 也都是非常具有观赏性的 尤其是非常适合 咱们年轻的观众去欣赏 甚至是去魔法 它起到的最大的一个作用 还不是说我在电视上看 它有多厉害 而是能提到 我这些青少年 我看完这些项目 我有兴趣 我也来云顶试一试 这才能是咱们东西项目 包括北京冬奥会 起到的最大的作用 好 欢迎各位又来到了 我们体谈之道 冬奥问答环节了 今天还是三个问题 这第一个问题 就是重立云顶滑雪场 在这里将产生多少枚金牌 你知道吗 体谈之道 体谈之道告诉你 北京冬奥会期间 将在这里云顶滑雪场 一共会产生20块金牌 那这第二个问题 就是重立云顶滑雪场 在这里将进行多少个项目 你知道吗 体谈之道 体谈之道告诉你 在这里云顶滑雪场 将进行两个大项 是单板滑雪和测水滑雪 六个分项 分别是障碍追逐 平行大回转 U行槽 空面障碍技巧 空中技巧和水上技巧 一共有20个小项 那这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重立云顶滑雪场 在这里有多少个赛道 分为几个场地 你知道吗 体谈之道 北京端会期间 在这里将会有六个赛道 分为三个比赛场地 A场地是障碍追逐 和平行大回转 B场地是 铺面障碍技巧和U行槽 C场地是 空中技巧和水上技巧